要再把这个地再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地我们来讲 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一席之地的意思 就是你在悬火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肯定 你是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 它不是什么一定 是登地菩萨的十地以上 出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不是那个地 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己 因为到这里 就是已经透过摸索阶段了 开始肯定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再一次跟各位 再说明一下 我们修学佛法大小圣之间 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 就以一般来讲 所谓小圣 是禅修过程 它先得定 先得定 以定 通常所讲的定功的修法 是叫做通外道法 大家要了解啊 佛陀的时代 印度人修行是很普遍 所以佛陀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它也跟外道修 所以这个叫做通外道定 通外道的定 这个定功的基础啊 是从外道来的 不是佛陀发明的 只是因为当初是这个样子 修行有这样的环境 那么很多人都跟士敦一样 修到一旦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 定功啊 入定境是不错 出定境就很臭 入了定境那很舒服 可是你总要出定啊 一出定那就很麻烦 世间的种种境界烦恼啊 一直来 所以呢 他又必须再注定 他没有办法的出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佛者就觉得不对 不对 因此啊 他再找寻啊 跟世间这些外道禅定的 不同 到底是什么 那么那个就是不共外道 这佛法当中不共外道的部分 因为出了定有烦恼啊 这个定叫做有肉定 有肉的 佛法是讲无肉 无肉就是没有烦恼 这个就很麻烦 这无烦恼的这一法从哪里来呢 这是佛陀所特殊的 所以各位要先了解啊 这无烦恼这一法是什么 我们常跟各位讲说 你来到这个道场 你千万记得 是为法而来 你不要因为其他世间的事啊 那你去搞烦恼 然后啊 又从正法中退出去 那就很麻烦了 你是为了那殊胜的法 像水晶 这么殊胜的东西而来 但是很多人呢 却因为这个水晶的价值啊 不好 而不要水晶 那损失是你 对不对 你找到一个宝石 一个钻石 它很宝 但是你因为它的价值 或者它的矿 所存在的环境是那么不好 那你就把这个宝给舍弃 那你不是愚痴吗 对不对 你今天因为这个宝的输胜而来 那你取宝去就好 它有环境你根本可以不一样 你要记得这个情况 我们道场里面啊 这种情况似乎啊 蛮普遍的 人家很高兴啊 冲进来了 那结果啊 那两下子啊 就这样玩了 因为它为薄而冲过来 可是我们接待的人 可能处置不当 就好像那个价值一样 那你就退心而去 那就很可怜 很可怜 也很可惜 我们好多同修啊 那不一定都在我们道场 在其他道场也一样 有一次啊 一个同修 不是一个同修啊 一群同修皈依啊 那在皈依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你们今天发心 进入佛门 寻求正法 那是为正法而来 换句话说 我们在生命中啊 是一种觉醒 那么觉醒以后 你应该为正法而积极而努力 那不要因为周遭的环境而退心 譬如想师父讲错一句话 那你就 怎么 就不要了 是吧 好 对不对 或者师父打分剂声音太大声 那你也不要了 到底你是要他打分剂小声 还是要正法 你把这个状态的状态 你把这个状态搞清楚 或者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不良 不佳 不佳 状态不是很理想 那你有能力 你就协助改善 那你没有能力 那你就相安无事 就这样子就好嘛 那么你为了正法的目的 要去寻求这个正法 这个才对的 我们常常被周遭的环境 把我们搞得七分八素的 到底要不要再待下去 再待下去 那越看 那又头大 这里不如法 那里不如法 你讲的不是如法 你讲的是文化 不是真理 现在为真理而来 我们就为真理而奋斗 掌握住这个正法 不要让它遗失掉 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事实上 内心都还在挣扎 你还在这些 自己的心性中 自己的心性 还在那边臣服不定 还在那边服不定 这个时候你无地 无地 这个地啊 述入住地的地 你没有 因为你还在某种阶段 某种阶段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你要赶快修 现在我们初学人的修法 包括你的那个禅作 或者念佛送经都一样 我们基本上是以禅静的部分 跟各位谈 你对这一个初学定的时候 都在摸索阶段 这个时候有很多烦恼 你必须要到心性混定下来 对于外在的环境 不会在意 那个烦恼你才会逐渐的淡掉 才会淡忘 那些外在的境界 不会影响你的时候 而你法门又能够起作用 这个时候法门起作用 有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就我们跟各位讲 第一个啊 你就修那个成定 修成定基本上有两个法门 第一个 如何设心 我们讲自心一处 这是第一个法门 自心一处 把心设在离席中 或者在哪个地方 这个要从 你要修行 你要找师父去谈 你的心要摆在哪里 你要问这个问题 美宋经 要如何把心安住 我念佛 要如何把心安住 我打坐 如何把心安住 这个问题要弄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会发生 一定啊 我肯定的 除非你已经成就了 否则我们凡夫 一定会发生一种现象 就是我们的心啊 会被妄想拖走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 要从妄想那边 再把心找回来啊 这又是一个法门 又是一个法门 现在我们修学佛法 你要搞善之事啊 就是教你这两个法门 就是这样的 离开这两个 你不能很具体 很明确的来肯定的话 那你 你不能算 再修行 你能够算是 再代代而已 一般的宗教信仰啊 它是不会这么具体跟你谈 我们就讲修行 行法讲真理啊 通往真理的目标啊 这两个是第一 第一个阶段要修行的部分 如何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 哦 这个过程 难免心会被妄想拖走 包括分层调局等等 那你如何从那里再把它射回来 有没有 这就两个法门 这两个能完成啊 那你才有办法讲进一步的 这两个不完成啊 你都还没有进入状况 都还没有进入状况 所以各位要怎么修行 大家知道了 大家知道了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你从今开始 你假如在别的地方 还有其他的修法 那我们就不管了 那你要在这里修法 赶快 赶快找过来 生死大事 从此一刀两断 我可以讲 从此一刀两断啊 你把心安住 那烤掉又能射回来 你看看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你讲呢 这是一个个基本的 这个定了以后 马上起官 发无露至心 当然讲 无露至心发起来 马上就不共外道的 成定出现了 那马上就可以出三界了 马上可以出三界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 那么我们在讲的时候 小胜啊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发起无露至心 从心法 射法当中 心法跟射法的这种 运作当中 破我直 破我直啊 就挣阿罗汉 就挣阿罗汉 这个时候挣阿罗汉 在华言行物法的过程当中啊 七姓位 七姓位 然后你开始破我键 进行破我键的工作 把禅定再增加 观醒再增加 然后来破我键 这个时候九姓位 九姓位 九姓位 还要再进一步 去圆融 去圆融 这个时候才叫十姓 十姓圆满呢 才叫做 进入四十一位 反正大事的位置 法远的修法从这里开始 所以 郑阿罗汉还没开始啊 你不要以为 郑阿罗汉就好了 郑阿罗汉 法远排队还没排上 破我直 还要破法直 破我直 破法直 以后还要再有一番 我们以前叫西阿列 现在的话叫包装 你要开始包装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做好了 这个东西做好 还有个架子啊 对不对 连水晶球弄好了 没有 所以还有个架子 不然水晶球搞搞的呢 那要再做个架子 把它架起来 这个时候才叫十姓圆满 圆满 姓位圆满是指 我们摸索结架完成的 所以华眼对象修行 它基本的位置是要求很高 这个大家要肯定 第二个 华眼形物法 虽然基本要求那么高啊 但是它的基础 基础啊 从你呼吸当中 习入习出就要要求你了 你要记得这一点了 你不要以为说 我学华眼我一直朝最高的目标去 那对不起 从最低的地方下手 才能成就最高的境界 假如我们不能从最基础的地方好好下手的话 你最高的境界不能完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一再跟各位谈这个部分 当你这样完成以后 就前面这个地方所讲的 大概就具足了 具足了 我们现在这样讲的是很简单 就从刑法中讲 从刑法中讲 那假如从我们这个刑法的过程 一阶一阶一阶的心性变化 那就前面经文所说的部分 所以当你到了这个地方 就速入租地 你很快就会进入你的位置里面 进入你的位置 那各位可能会这样讲 那我进入以后 是不是从初柱 二柱 三柱 四柱 五柱 七柱 八柱 这样一直爬过来呢 那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在过去 在过去 你已经都有修行了 只是你的那个修行啊 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 片片断断 片片断断 你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你有的已经很高了 有的又很低 破破碎碎就对了 现在呢 我们教你的就是 要把你是破破碎碎的 这些资粮 把它串联起来 串联起来 所以 当你这个基础摸索工作完成以后啊 你的串联啊 你可能进入 中前位 或上前位 不一定是助位 可能是行位 或回向位 那问题就在于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些破破碎碎碎的东西啊 这些助到之粮啊 你没有办法串联 没有办法串联 所以我们这一会 你这一辈子来啊 我们告诉各位 你最大的 庆幸 要学的活法 就把它串联起来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过去没修 你不要这样想 你也不要自大 我过去已经修得不错了 修得不错是没有错 有好几块 很高的没有错 可是你还是连不起来 还是连不起来 你去注意看看 六祖慧能大师 他跟我们一样 你跟贵人都跟我们一样 今天大家能够听过 华言法 这种行法 不可能你从来没修过 不可能没有 一定都修得很好啊 只是你不会串联起来 六祖慧能也一样 我们一讲他的成就 大家都说 他往期已经修得很好了 你怎么知道 你往期不是修得很好 他就是能够把它串联起来 就这样子而已 他也不是说 去见弘忍大师之前 他就都没有修 他也是在摸索中 他也摸索了很多 所以他到弘忍大师那边去 他可以经过一番雕琢 他马上就串联起来了 我们现在各位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只是你不懂得如何而已啊 现在告诉各位的 这个就是要你去串联的部分 你一定要从行法下 不要再从解门中去讲 知知见见的那些东西啊 没有用 懂得再多啊 给你三藏十二部全部对起来 佛学词典通通对起来 你也不会开悟 要开悟的就是说 建立你那一套思维模式 你自己要去把它串联起来 那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啊 当我们摸索阶段一进入 原教出之位以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已经里面的 一进入就是 原教出之位啊 抱同等觉 你只要一入啊 出之位 那你就跟等觉菩萨一样 那问题是 我们要把这些 瀑瀑碎碎的资粮啊 碰碰断断的这些 往昔以来所修的 这些善根怎么串联起来啊 这个才是功夫啊 才是功夫 所以前面讲的 我们从行法讲也好 从这些历程来讲也好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他讲 寿命诸地啊 因为你马上啊 就会 回到你应有的 生命水平上面去啊 不一定说 都是原教出之位 不一定 所以他下面讲 诸菩萨出注地时 刚进入的时候 那么首先你就要 就这些事 就是 下面他讲 因善观察 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这因善观察 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就是你要懂得观察 观察不是选择好不好 是不是跟你相应 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 到哪个地方 你会知道 哪些法门是你要修的 哪些法门是你可以不要修的 这个地方啊 没有我执哦 因为已经破我执了 对不对 破我执破法执了 你要注意啊 他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他能够观察 然后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这些法门呢 他会看 然后他会随顺 所以我们讲谁顺呢 就要再跟各位讲了 是谁顺菩提 不是谁顺世间 不一样 所以他讲 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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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地方叫做 因善观察 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是这样 他把前面那个 因善观察四个字省掉了 因善观察 谁其所有一切法门 他怎么修行的 这因地怎么修的 你要总的观察 各位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他很会画画 画画 很会画 他画那个 画一张白报纸 画一张一百块 画一张画的哦 你记得画一张一百块 然后把那张纸放在地上 他家进口的门口 每一个人进去 终身手要去捡那一百块 每一个人的手指头都在地上 撞到 他很会画 很会画 画的那个字 写一百 他那个一百块 画得很立体 就像我们捏的 捏成一团 也会掉下去 一样 每一个人都要去捡那一团 那一张一百块 那已经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了 那我算带你这样子 有什么好玩 那真的好玩 每一个人进来都跟我一起够 哈哈哈哈 后来他画了好几张 挂在墙地上 哎 还有人要去抓啊 那他画了很多画 画很多画 那有一天啊 我说你这样画 为什么不写字呢 人家画画都有写字啊 他说你不要勉强我啊 我说为什么 我写的字不能看呢 他写的字不好看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他修的访门有不一样 对不对 他从一小啊 他就会画画 他画他老阿嬷哦 他的爸爸说哦 比他阿嬷过快像阿嬷 他就有这种本事 他写字就不行 谁耍修音呢 音不一样 哦 我们在看音乐界里面 大家留意就知道 有些人啊 是声乐家 但不是音乐家 有些是音乐家 但不是声乐家 有没有 这个所修的音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出现啊 大家不要忘谈 对不对 你不要满意 我怎么差那么一点点 我要是那个也会 那你就好好修嘛 所以你这辈子要修 要修得圆满 对不对 不要修一个有残缺的 那这样就不好了 谁所得果 谁是你所修的音 那么会得什么样的果 今天我们大家所在的这个境界 就是你的果 您或许会说 我们还是博地团夫 一无所成 我告诉你 一无所成的人 大概在伊索皮亚 对不对 在台湾不会一无所成啊 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么大的福报 这是你所修的音啊 今天我们能够听闻佛法 这是你的果 现在是你在这个境界里头 没有办法像佛陀这样转化 所以你一直觉得我在沙佛世界 告诉你 你进入华眼的领域里头啊 你最起码是在极热世界以上的境界 最起码是极热世界以上的境界 可是你没有信心啊 你的极热世界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想当年乾隆皇帝做梦的时候啊 他还在想说 我骑着马能够一日千里啊 对不对 他哪有可能骑马骑一日千里 屁股要裂成四半以上啊 不是两片而已啊 不可能啊 但是今天呢 我们何止一日千里 对不对 你飞机一飞 那乾隆皇帝再怎么做梦 他都想不到 所以我们的境界 比起古代的人所想的极热世界来讲 已经比极热世界更极热了 现在的问题是你的心不极热啊 我们的心啊 一直在那边对立计较 稍微有点不如意 你怎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呢 我们设定的目标啊 太明确 越明确啊 就会越不如意 又不如意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转化 既不能没有目标 目标又不能太执着 这个就拿捏的那种状况啊 我们在各位讲禅修的时候 说呼吸的状况 你又先去感受到你的呼吸是什么样子 呼吸的样子啊 你怎么去感受那个呼吸的存在 你要稍微用力一点哦 那你的鼠息马上出问题 那你又不注意呢 要望墙马上来 对不对 好 那你怎么去感受 习入习出之间的这一个状况 这个就是功夫啊 那又拿捏的呀 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数 要先去感受 那种习入习出 你自己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 我们好像在抱那小婴儿一样 像那个小朋友在吹发发 有没有 你去把它接一下来一样 你不敢捏下去 捏下去就破了 那你又不接又不行 那个状况那种心境 对于我们的这种循环的那种状况 就是这种情形 那么今天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 你能够以这样的心境 去掌握去拿捏的话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没有对立 你只要守住你的 那个最新一处的那一处 极乐世界就现前了 一针法界就现前了 他说你守不住啊 你守不住啊 关键就在这里 佛法不稀奇啊 佛法也不为什么了不起啊 不是什么多奥妙的 他就是这么一点而已 他关键点就在这里 你如何自身一处安住在那个地方 使这个心不往外跑 就这一点呢 你自身一处是不会往外跑 常常看到示威 那你就在杀伏世界里头 你要能够守得住 而不会往外跑 你就不会看到示威 那你就在极乐里头啦 那你假如能够在这种状况中又起作用的话 那已经超过极乐 华人讲的是那个境界啊 所以你这个基本行法一定要有 没有基本行法 那你这种大善的修法 你感受不到 你感受不到 你只能从解门啊 一切的从文字上去解说而已 那刚好弄错 经典出来啊 都是内心的境界啊 不是口说的境界 那我们都把经典拿来做解释啊 从头错了 从头错了 所以文书施菩萨像我们说 叫破碎大道 你看 这个菩提大道啊 对我们弄多分七八糟 那你讲的好像也有道理啊 就那一块好像 对 对不对 就讲那一块好像是这样子 那讲另外一块又一块 那你怎么讲这一块都有道理 可这些块状人连不起来 所以叫破破碎碎的大道嘛 不是真正的菩提大道 所以大家从这个地方去看 基本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把它建设起来 要不然我们不能叫做修行 不能叫做佛门庄的行者啊 佛门庄行者这是一个基础 谁其境界 谁其利用 谁其视线 谁其分别 谁其所得 那下面讲西善观察 所以作为总结了 那第一句话讲 因善观察 后面呢它通通省掉了 所以用西善观察来作总结 这些情况提出来 大家一个一个去看 下面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毫无所着 如是知以入菩萨地能善安住 这个我们就要跟各位讲了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毫无所着 我们要跟各位讲 在哲学领域里头有叫做唯心主义 要一个唯物一个唯心嘛 那我们佛法讲的唯心跟那个唯心不一样 一切唯心知道吗 这唯心跟他那个讲的唯心不同 这里我们要跟各位讲 这个唯心是我们的境界 你修行以后你的境界会转变 那哲学上讲的唯心跟唯物它是相对的 一个是由外在的沉静啊 来影响我们的心境 一个是我们的心境去影响外面的沉静 这个是他们唯心唯物在争论的地方 佛法讲的这个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首先你的心可以改变 可以去改造我们的心 他说我们这个心 比如我们看墙壁 有没有看到 一般他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 有话有字 对不对 有白白的墙壁都没看到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一种心啊 有的就看过来说 哦 墙壁白的我看到了 上面的东西我没看到 对不对 那跟各位讲说 你可能会不会 没感觉啦 我们现在 佛弟子啊 你一看啊 这个佛像 你首先先看到佛像 你今天要是找一个 基督教徒啊 基督教徒来看 他没有看到佛像 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 他根本就没看到 对不对 我们才听一句话 哦 说我们约会 在 在 在车站 哦 那结果等不到人以后啊 一个人也没看到 对不对 那车站怎么有可能 一个人也没看到 什么 因为那些都不是 你要看你就没看到了 对不对 一个人也没看到 一个东西也没有 什么叫一个东西也没有 抽屉里头那么多 哦 要你找你找不到 什么一个也没有 是你那一个没有 不是这里头没东西啊 这个就是新的作用啊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啊 看了一个 报纸上的报导 他这样写 这两个 哦 双胞胎 姐妹啊 从小啊 他们就穿一样的衣服 喝一样的牛奶 哦 读同样的学校 啊这样子 要毕业了 哦 那毕业典里那一天呢 在学校的花园里看到 看到玫瑰花 那姐姐说 叹了一口气 啊 好可惜哦 这么漂亮的玫瑰花 怎么都是刺 哦 那妹妹说 哎呀 这玫瑰花真不得了 这么多次啊 它还开得这么漂亮 有没有 好啦 没没没讲嘛 没说嘛 这个新造的世界就不同了 新造的世界不一样 那么这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说 唯心啊 那个哲学派讲的心啊 对于啊 境界的影响很大 我们就解释这个部分呢 也常常陷入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你这个心可以经过训练 可以经过训练 然后你会创造出来 一个新的世界 那那这个就不是 哲学上的唯心所能讲的 我们现在 从形法中啊 来提给各位的参考 像我们现在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六根也好 六层也好 通通通叫射法 你知道吗 言见射 耳闻声 言也好 耳也好 所面对的射程 生程 通通是物理现象 这个物理现象啊 我们叫做射法 叫射法 所以射法有这两个 有这两个 好 这两个叫做 主词跟授词 对不对 一个主词一个授词啊 这个主词授词之间啊 一定要有一个动词 没有动词不算啊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一次啊 我坐在楼下 门口进来 有个同心物跑进来 就跟大家讲 食物还没来齁 我们同心物也很好玩 食物还没到 还没到 他就很高兴 不知道讲什么 讲一讲 转发 食物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刚到他才不会不好意思 不然刚才讲了一堆话 不知道有没有骂我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有主词有授词没有动词 对不对 没有动词的话 主词就是授词连不起来 对不对 你现在说我言箭射 言跟射程啊 是主词跟授词没有错 那个箭要有啊 要有箭啊 箭是什么 箭就是心法 我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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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再的去告诉你 我会发现 要一再的告诉你 要箭盘打下去 要路搞来路 你不要说 是我这个骨质疏松 你打下去 会垮掉哦 他在逼迫你啊 这是实修的训练啊 在训练你的觉知啊 让你去体会 那个移情 现在就是移情产生了 现在你听到就是移情了 哇这个 是怎么指挥这个 对不对 对 我说动动动动 这样动动到这里就好 这是你讲的 这里是怎么下命令到这里 从这里下到这里 经过什么 那整个过程啊 你要很清楚啊 心法 从这里来啊 这佛法讲的心法 它的灰心在这里啊 这才叫一切灰心造 我们现在不知道 现在各位讲的灰心造 是一切福报造 不是福报造啊 福报所创造的 跟我们这一讲的哦 自新不一样 那各位看看 你现在是不是福报在生活呢 就过去我们修了很多的福报 现在现前啊 我们都认为是这样 当然这样 不是当然啊 是因为你有福报 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做这些 没有错 可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外 那就有问题了 有问题了 所以当我们努力认真到某一个程度啊 超过那个范围 那你就很难了 你会答不到嘛 无法达成 那你就经常会出意外 会有挫折 那就福报不足 那你福报够的 不会 你看有些很多人 有钱人常常招小偷 那他没钱就不会招小偷了 你要有钱的人不会招小偷 因为他福报够在这里 要你租出来的小偷就把你拿掉嘛 哦 而且你脚手得很好 小偷不来 你看 他一定生病 病去把钱花掉了 你看又把他消掉了 因为他福报够那个地方 不能超过这个水平啊 超过这个水平不是他的 有没有 我这次在美国听到大家这样讲 美国赌风很盛 赌风很盛 那他每一期彩券都有人中奖 那这些记者就很好奇啊 去问那些中彩券的人 那你们中了以后的心得啊 是怎么样 这些啊 中奖的人啊 跟记者说我们很后悔 为什么要中奖 我们没中奖的哦 好羡慕哦 有一个女佣啊 女佣啊 帮人家照顾家里的 她就不小心中了 不小心中奖了 两千万美金哦 两千万美金 每年要给她两百万 她每次推十年给啊 怕她一下子的钱太多会撑死了 再分十年给她 她一年两百万她也没办法消化 她现在啊 她的老板要帮用 要帮她处理啊 她那一年两百万要怎么用啊 她很头痛啊 她很困扰啊 有啊 有啊 她们有这种状况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的福报不够的时候啊 你产生这种现象 对你来讲啊 是一种障碍 你的痛苦谁之而来 痛苦谁之而来 所以福报啊 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福报当中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们跟各位讲说 你要修无肉福 无肉 没有烦恼的福报 那无肉福就不一样 你要它 它随时可以来 要完了还可以再用 我们有肉福不是 你不要它也来 啊 啊 来了以后就不再来 所以来了很多钱也不知道怎么用 等花光了以后 真的想要用钱它不来了 它没了 那叫有肉 无肉的话就不是 那因为我现在没必要 就不要嘛 等到真的要用的时候 它会用到恰到好处 那那个福报啊 是自新所限 也就是因为你会修行才会有的 不会修行就不会有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自新啊 跟我们福报所存在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因为是生活在福报的世界里头 因为福报会造啊 所以呢 有了福 不会洗福的人就会去造业 有了福 会洗福的人他会转化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对立的时代 叫做上海世界 那你假如 你的生命 是因你的心法在掌握的时候 那马上沙佛就变极了 可以超越了 可以超越了 这个是 虚心人应该要有的 一个认知啊 假如不懂得这种认知的话 我们对佛法根本认识有限 非常有限 这是一个核心 这是一个核心 我们先有这种认识啊 现在看这句话他应该怎么讲 他对一切法 这一切 这个法就是一切境界啊 所有的三螺万象 皆是至心 都是我们的心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因为对立 对立你就会对外面啊 有所取 有所舍 有要有不要 有要有不要 是很麻烦的事 你不要的 他要不走 那你就痛苦了 有没有 冤真会苦嘛 那你要 要不到呢 你看 爱别离苦啊 所以这些苦 他会一直的现前 会一直的现前 所以 我们要懂得 自心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样子 自心的境界 他会去转 所以心的话 把对立转化成圆容 转化成圆容 那就修行了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人类最好啊 是修行 而我们一个人呢 什么也不能做 唯一真正能做的 是修行 你不要以为哪有 我的事业 我的做得很好 我要竞选 我也都能当选 那是你的福报 不是你能做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有人在安排 下一任总统的竞选 听说会分四组出来 我告诉你 你不用真了 谁会当选 已经注定了 对不对 你不能当选 你没有那个福报 因为那是福报的问题 不是你用创作的 你没有办法创作 对不对 你要我们唯一能做 就是修行这件事情 你现在让 譬如我们生病 你又能怎么样 我们你的同修啊 医生啊 他也看得很清楚 我得了这个病 下一次会怎么样 再过两个月会怎么样 再过半年会怎么样 明年会怎么样 后年会怎么样 我问他一看 再下去会怎么样 再下去病疫管报报 又怎么样 到最后就真的是这样去啦 你不能怎么样嘛 你顶多是去了解他而已 然后还是一样啊 但是你透过修行就不一样了 修行有法 法一产生的时候 那个自心啊 一切法就是自心啊 因为你在修行 那个法是什么 就心法 心法 我们刚才讲 你在自心一处 射之令环 这两个法上 开始你的生命就转变了 你的周遭环境也跟着变啊 所以修行 我们讲这一句话 很少人能听得懂嘛 因为你是生活在福报当中嘛 所以福报的运渐 你认为是当然的 不是 但是你运用你的心啊 他会去改变这个境界 会去改变 主动改变 彻底改变 完全改变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叫唯一 皆是自心啊 我们知道 知一句法皆是自心 但是呢 心不执着 这个嗷无所着啊 不是嗷不执着 嗷无所着 不 没有执着 他不会执着的 他怎么会执着 会执着就不是自心啊 还是对立嘛 对不对 你看看 如是之以 你了解这个核心以后啊 入 菩萨 必 善能 那我们也因为是生活在福报的世界里头 因为福报会造啊 所以呢 有了福 不会洗福的人 就会造业 有了福 会洗福的人 他会转化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对立的时代 叫做萨佛世界 那你假如 你的生命 是因你的心法在掌握的时候 那马上 萨佛就变极了 可以超越了 可以超越了 这个是 虚心人应该要有的 一个认知啊 假如不懂得这种认知的话 我们对佛法根本认识有限 非常有限 这是一个核心 这是一个核心 我们先有这种认识啊 现在看这句话 他应该怎么讲 他说这一切法 这一切 这个法就有一些境界啊 所有的三罗万象 皆是至心 都是我们的心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因为对立 对立你就会对外面啊 有所取 有所舍 有要有不要 这个有要有不要 是很麻烦的事 你不要的 他要不走齁 那你就痛苦了 要不要 冤真会苦嘛 那你要 要不到呢 你看爱别离苦啊 所以这些苦 他会一直的现前 会一直的现前 会一直的现前 所以 我们要懂得 至心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样子 至心的境界 他会去转 所以心的话 把对立转化成原种 转化成原种 那 那就修行了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人类最好啊 是修行 而我们一个人啊 什么也不能做 唯一真正能做的是修行 你不要以为哪有 我的事业 我的做得很好 我要竞选 我也都能当选 那是你的福报 不是你能做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有人在安排 下一任总统的竞选 亲说会分四组出来 我告诉你 不用争啊 谁会当选 已经注定了 对不对 你不能当选 你没有那个福报 因为那是福报的问题 不是你用创作的 你没有办法创作 对不对 你要我们 唯一能做 就是修行这件事情 你现在那种 譬如我们生病 你又能怎么样 我们很多同修啊 医生啊 他也看得很清楚 我得了这个病 下一次会怎么样 再过两个月会怎么样 再过半年会怎么样 明年会怎么样 后年会怎么样 我问他 这下去会怎么样 再下去第一管报道 又怎么样 到最后就真的是这样去啦 你不能怎么样嘛 你顶多是去了解他而已 然后还是一样啊 但是你透过修行就不一样了 修行有法 法一产生的时候 那个自心啊 一切法就是自心啊 因为你在修行 那个法是什么 就心法 心法我们刚才讲 你在自心一处 摄之令环 这两个法上 开始你的生命就转变了 你的周遭环境也跟着变啊 所以修行 我们讲这一句话 很少人能听得懂啊 因为你是生活在福报当中啊 所以福报的运作 你认为是当然的 不是 但是你利用你的心啊 他会去改变这个境界 会去改变 主动改变 彻底改变 完全改变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这叫唯一 皆是自心啊 我们知道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 但是呢 心不执着 这个熬无所着啊 不是熬不执着 熬无所着 不 没有执着 他不会执着的 那怎么会执着 会执着就不是自心啊 还是对立呢 对不对 你看看 如是之以 你了解这个核心以后啊 入菩萨 地 善能 能善安住 你抓住这个核心啊 你就能够入菩萨地了 看你在哪一个境界里头 你都能安住 你在常常讲 你说谁是菩萨啊 我看他这个样子 那么痛苦 怎么会是菩萨 那是你讲的 他痛苦 你看 能善安住嘛 他没有痛苦不痛苦的问题啊 有痛苦没痛苦 是你在执着分别啊 他能善安住啊 你看 入菩萨地嘛 他行他的菩萨境界啊 行他的菩萨行 他没有分别啊 这就对啊 菩萨在任何境界里头 他可以当王 他可以当建民 他可以当建民 但他能安住 这是重要的 我们是不安住 不能安住 你可以当王哦 那不得了啦 一千千千千万 那你一当建民 那更不得了了 中在死了 中在卸人 会变成那种 你掉掉啊 菩萨不是 他当敬明 他会做得很好 比如说我 我是人家的 这个 我们古代的话叫农卑 我把人家做事 我就把他做得很圆满啊 可以吗 你可以做啊 跟你就是不安嘛 不安住嘛 所以就有很多这些敬明啊 他想要造反啊 造反他没有福报啊 那他还是痛苦啊 同样的当往的也是一样 你要安住啊 你当往不能安住的时候 要天下大乱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菩萨 你看他讲 入菩萨地 就是能善安住啊 能安住的就是菩萨 不能安住的不是菩萨 而这个安住啊 不是宿命论的安住 那不一样啊 这个嫁鸡谁鸡啊 嫁狗谁狗啊 就认了吧 那个不算啊 那不是这样 这我们既然结合啊 那么我要好好把这个家整理好 无言无悔 这个才一叫做安住 那么我不但能够把自身事做好 大家安顿好 能够在整个生活中 对所有的人啊 那都可以给予饶意 给予帮助 这个帮助不一定要像德里莎修女那么帮助啊 尽你所能去做就好了 不一定 每个人都要学某个菩萨那倒不一定 在你的生活环境范围中 去穷尽跟圆满那就对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 毫无所作 如是知已入菩萨地能善安住 这一句话 各位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疑情 一切法为何都是自心 你参 你不要问为什么 对 那么所有的境界 你都这样来对照 都这样来对照 是符合这个答案 你说那就对了 这是第一个答案 假如不符合这个答案 那就随它去吧 就这两个 当你一直随它去吧 那表示你现在还没突破 到了某一个阶段 你会说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怎么境界四面八方来 你都那就对了 那就表示你这个 这个疫情啊 被你掺破了 给你承购了 就是这个 我没法 我没法 就是这一句话 给你承购了